在世界各地,每一個地方都有當地的幫派組織 尤其是在90年代的香港,黑幫問題非常猖狂 相關題材的電影都大行其道 但是慢慢想不到踏入了2022年的今日 竟然還有這樣的狂徒在光天化日之下收陀地 而且他經常單人匹馬出動 完全就是一個黑幫界的邊緣人 他就是最近在黑白兩界爆紅 但是還未及他在網上那麼紅的古怪人物TEMPO 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泡泡 又到了網絡補血站的時間 TEMPO的試跡,真是可以說慶祝難輸 他的相貌和造型都跟印象中黑幫人物的凶神惡殺完全不同 表現是非常滑稽的 TEMPO打響頭炮的是他在2021年12月初的一條爆紅影片 在片中他疑似收陀地失敗 還被人捉到後巷 一開始拍片那個問他是哪一個幫派 他居然回答說 我要上帝 之後他才報上名號 我要TEMPO 同時面露微笑,好像對自己的表現非常滿意 TEMPO還說自己的大佬叫紅雞 接著就被人刮了一巴 鏡頭一轉,只看到TEMPO霸氣盡失 摘下了一頂帽子和口罩 沒有了台形,不停鞠躬道歉 還保證說 拋刨有獨屬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員的自我修養 所以亦知道根據喜劇之王黑幫收陀地的事 首先在外形方面要有設計,帶著金鏈就對了 我沒有跟人 還有樣子儘量做到能夠是凶神惡殺 就這樣看來,TEMPO這兩樣都做不到 怪不得收不到陀地吧 雖然以上只是開玩笑 但自此以後TEMPO就成為了網上紅人 紅也是他見了紅的紅 究竟他是不是他口中大佬紅雞的人馬呢? 根據Papa在網上找到的資料顯示 香港的確有一位江湖人物叫做紅雞 但這位紅雞似乎就跟TEMPO毫無關係了 為何我會這樣說呢? 那是因為在另一條片段裏面 有幾個男人將TEMPO帶到一個公園 要求他對著鏡頭澄清他響流朵 而TEMPO更加是裝傻裝懵地說 我不是跟紅雞的,我這個都不是我來的 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絕對不是宜花折磨 當日的根本就是TEMPO來的 最後TEMPO終於承諾了以後不敢 當惡漢追問他是不是清楚了 TEMPO就說出了他的名句 很厲害 不久TEMPO就在醫院被人認到 還被路人調戲 TEMPO有沒有事TEMPO? 不過既然喜劇之王的田孔輝都收到陀地 作為後繼者的TEMPO都有成功的時候 今次被他勒索那位受害者很友善 不單給他五夠水打發他走 還請他喝了一罐啤酒 看到這裡,不少網民在讚嘆人間有愛的同時 都認為TEMPO似乎有特別強的治癒能力 而且他天不怕地不怕 就好像隻小強一樣 只是煩都煩著你啊 雖然很多人都是因為上述的片段 才認識到TEMPO這個人 但其實TEMPO早在2019年 就因為涉及其他案件而被網民鋪上網 話說在2019年11月 一架停泊在觀衝市政大樓外的電單車被人偷走了 車主聯絡附近的商鋪翻查閉路電視 成功找回電單車 但是匪徒竟然接返現場 再一次當街搶走了電單車揚長而去 其後車主的朋友和網友在全港搜索室車 終於發現到電單車和疑犯的蹤跡 而這個人正正就是TEMPO 他亦都因為這件事而被警方拘捕了 而最新出爐的新聞顯示 TEMPO又在在旺角的報檔買煙之後拒絕付款 被當主的朋友暗中報警 就是這樣TEMPO再一次被警察抓了 還押上警車帶返警署調查 TEMPO多次勒索和用黑幫身份行事 固然是犯了法例極度不該 但是POWPOW認為被他勒索的人都絕對不應該用不法手段 甚至是私刑去對付他 只有通報執法人員 將犯罪者乘之於法才是最好的解決方法 POWPOW希望TEMPO今次會受到法律制裁 之後會真心悔改 而且我覺得TEMPO的作風行徑令人匪夷所思 他就好像是沉溺在一個人的黑幫幻想之中的怪人 說不定他是有些什麼嚴重的心理問題 才會導致他好像什麼都不怕 這樣四為療是鬥非 在TEMPO受到懲罰的同事 有關當局應該要想辦法給他適當的治療和輔助 才可以令他不再出來為非作大 希望TEMPO以後真的會好像他承諾所說 會刪勝、賺錢、而且是用正當的方法 今集就講到這裡 下一集會繼續帶給大家這麼多精彩的內容 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我的頻道和給個like